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八节当中哪些是外的节 哪些是内节 就是从这方面分析的 这样的话 这个颂词里面是内在十二处出色当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在十八节当中 哪些是优异节 哪些是相应节 就是这个方面的分类 就这个呢就是在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所为法界唯有义 与者相应也有义 不足与足自知 他这里面呢就是 就是讲那个 刚才前面说的这个 哪些是内法呢 他这里讲这个有十二种这个内法 然后除了这个色等这个色僧相位处 就是这个六法以外呢 就是其他的就是内法 那么这个色僧相位处呢 实际上是那个外法吧 就是他是上面是这样分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哪些是优异法 哪些是相应法呢 他这里所所谓的这个法界 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十八节当中呢 就是一世对境的有一种法界 那么这个法界呢 实际上是这个优异 就是优异节 就是优异节 然后那个除了法界以外 就是还有这个十八节当中 其他的有十七个节 十七个节呢 就是也是这个相应的 就是既有相应的 也有这个优异的 就是那么这个相应和优异呢 就是到底什么样来分的呢 就是一个是做这个自己的事情 不做自己的事情 用这个来分的 这个相应呢 就是不做自己的这个事情 就所以叫这个相应 就给相应节相应 然后那个做自己的事情呢 就是做自己的这种事情呢 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叫这个法界 就是优异 就优异 就这样分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优异 什么叫做这个相应 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没有讲真实的讲义之前呢 给大家还是做一个 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 他这里呢 就是这个什么叫做是这个优异呢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这个懂 就是他那个优异呢 就是有时候叫这个优异根 优异节 或者是优异处 就是都可以说 什么是叫这个优异呢 优异就是说 正在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正在做自己的这个事情的这种法呢 就称为是这个优异 比如说我们这个严根吧 就是严根呢 就正在做自己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严根叫做是优异根 就是优异严根 优异严根 这个优异和相应呢 在这个阿皮达姆 这个大乘这个巨石轮和 也就是说这个孝乘巨石轮吧 就是孝乘巨石轮和大乘巨石轮 都是有这个通用的这个名词 因此呢 我们这个必须要动到 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优异根 什么叫做是这个相应根 然后在这里的这个相应呢 跟前面的这个相应的介绍方法 有一点点这个差别 就是前面的我们知道 这个所谓的相应呢 在同一个事件当中 这个星和星所相应 这个呢就是称之为是个 比如说这个星的同时呢 就是星所也是与他同时存在 这个叫做是这个星和星所相应 就是经常是这样说的 但这里的这个相应呢 就是与他相同的意思 与他这个同分 这个唐僧翻译的时候呢 就是同分与必同分 就是他与这个必同分 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有些其他的一些故意里面呢 说是这个就是与必相同 就是与必相同 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呢正在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严根吧 就是严根呢 就正在这个看色法 就正在看色法的那种严根呢 就是称之为叫做是这个 由于于根啊 就是由于根 然后我严谨正在那个 看色法的时候呢 就是然后这个 其他的这个色法的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根呢 就是这个这个时候 他没有起自己的作用 没有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做自己的事情的那个根呢 就称之为这个相应根啊 就是相应根 他这里这个相应呢 就是从此里面也说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做不做自己的事情来按理的 就是做事情呢 就是叫这个自己的这种 这个相应 什么优异 优异根 不做自己的事情呢 就是称之为是那个相应根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比较好分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晚上这个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的眼睛呢 就是也没有看色法 然后这个二根呢 就是也没有听色法 就是听声音 然后这个B根和色根呢 也没有去他的自己的近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的根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相应根 就是相应根 然后我的这个根呢 就是正在这个起作用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根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优异根 就是这是我们从根方面来这个分的 然后从那个近方面来分 就是十八节当中呢 就是有六根吧 就是六根大家都知道 然后从这个近方面来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外境呢 就是正在产生 就是他的这个 他自己的这个根色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境 这个色法吧 就是他这个色法呢 就是他正在这个起 呃 产生那个烟根 这个烟尸的作用 就是那么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叫啊 这种这个呃 色法呢 就是称之为有以色啊 就是有以色 然后就是正在他那个起这个作用 但是这个声音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呃 他声音呢 就是没有去呃 就是产生二十的作用的时候的 那个色法呢 就是那个声音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相应色啊 就这样一次推理的话呢 就是流根流经流失呢 就是都有那个呃 就是弃作用和不起作用 也就是说是弃自己的事情和不起自己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那个做自己的事情和不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有这种两种吧 就是那么不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的根呢 就是叫做是那个相应 就是做的时候呢 就是叫这个优异 就是这个呢呃 在这个巨石论当中是经常这个遇到的 蒙古仁波切在《智子如梦》当中也是 这个也这个讲的比较这个细致 因此呢 我们应该就是第一个就是动到什么叫做这个优异 什么叫做这个相应 就是相应呢 跟前面的这个相应有点点不同 就是因此汤森翻译的时候呢 他经常讲那个所谓的优异呢 翻译为通分 就是然后那个 他的那个相应呢 就是翻译为B通分吧 好像那个字式里面 你们看一下就是应该这个 有哪里就是有这样这个分的 这这样 但是现在我们这里这个就是现在信的比较 这个所有的译文当中的话呢 都是这样翻译的 就是这个相应和那个优异 就是所以我根据呢 就是现在的这种译法来就是翻译的 就是因此可能跟那个汤森的原文的这个名词 就是俗语方面呢 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差别 就是所以第一个概念的话呢 大家一个什么叫做这个相应 什么叫做 然后还有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 大家这个明白 这是什么问题呢 刚才说是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叫这个优异 然后那个不做自己的事情的这个呢 就是称为是 不管是这个根 还是是那个事 或者是那个境 就是叫这个相应 那么这样的话呢 每一个法都是会做自己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色法吧 色法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这个参生 自己这个后面的一叉 或者就是他变成那个这个其他法的这个这个堆积呢 当当就是去很多的这种这个做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 那么做自己的事情的话呢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法呢都全部变成了这个有以根呢 有以法呢 就是会不会这样呢 不会有这个过失 他这里这个一般来说那个姿势里面呢 就是也讲的比较这个细致 他这里的这个做事的话呢 就是严根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去这个外境就是方面来讲的 就是执着比如说耳根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听那个声音是他的这个事情 然后鼻根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味道 就是他这 还有这个色根就是平常 平常尾巴 就是这个是他的这个事情 身体的话呢 就是他领取这个触感 就是这是他的这个事情 就是所以这个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岩石 岩石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岩石呢 就是要知道这个外境这个色法是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岩石的话呢 就是知道这个身影是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是就是他的这个事的事情 然后他那个外境方面 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是色法的话 参生那个岩石是他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做不做事情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六处 六处的话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十二处吧 十二处他各自有各自的这种对境 那他我们讲那个 什么那个 就是什么那个 这个远矮 近矮 就是里面有一个叫做近矮吧 就是近矮的时候呢 就像是我们这个已经入到网里面的时候呢 他只能这个去这个境 就是我其他的这个境呢 不能去的 就是同样的道理 他这里也是做自己的事情呢 实际上是就是这个 他这个根和是和还有什么呢 就是近 这几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就是来这个分的 就是因此呢 如果就是在这几个之间 就是互相这个起作用 就是互相起这个参生的作用的话呢 那么这个叫做是这个优异 没有这个起这种作用的话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这种这个法呢 就是称之为是那个 这个相应 就是相应 比如说我这个眼根呢 就是正在看那个色法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是那个优异严根 就是优异严根 然后我这个闭着这个眼睛的时候 我耳朵正在听声音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严根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相应严根 就是让二根呢 就是成为这个优异 什么这个优异二根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这是从根方面来讲的 但是他这里呢 就是说十八戒当中 是哪些是这个优异的呢 就是他这里说 这个十八戒当中 这个唯一的法戒 唯一的法戒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优异的 除了这个法戒以外的 还有十七戒 十七戒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法 也有一些这个优异的法 就是优异的 所以呢 就是其他呢 就是有两个两个的都可以有 就是这个 只有法戒的话呢 就是唯一的有这个优异的 就是没有这个相应的 就是这个呢 大家应该这个宋词当中的 这个观点和密意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应该明白 所以大概可能就是了解 这个优异和这个相应之间的关系吧 就是这个呢 我们要这个学居士论的 是必须要通到 不然的话呢 就可能就是 也经常有点这个 哪些根呢 就是是优异的根 哪些这个禁呢 就是优异的这个禁 这个就是应该分析 就是这个分析完了以后 就比较这个简单了 那么这里这个下面 解释里面是这样说的 十八戒中有多少类 就是由严当十二戒 就是他这里这个 由这个严当这个十二戒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内戒 为什么叫内戒呢 因为这个内戒的话呢 就是人的这个众生的这个类性 就是性相续呢 就是说设斥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是 就是六十的话呢 实际上是全部是性相续这个说设的 然后这个根的话呢 就是也是众生的这个相续设斥的 众生的这个相续没有设斥的 这种根呢 就是也是不可能有的 就是一个相续没有这个设斥的 一个严根掉在地上 就是这是不可能有的 他下面呢 就是已经讲了这个 因此他这里外戒吧 就是外戒 有这个严当十二戒呢 就是都是什么一个内戒 就是那么都有哪些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色当六戒 除外的这个十二戒吧 就是这个十二戒 就是十二戒是这个内戒 然后这个 这个是怎么样分的呢 就是十八戒当中 除了这个色生相维处 就是色生相维处吧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 就是其他的这个十二戒呢 就是应该是内戒 因此色当六戒是外戒 这里另外的意思呢 就是是指师父 众神相续色色 就是如果是众神相续色色的话呢 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内戒 然后这个众神的相续 没有这个色色的话呢 这个叫做是这个外戒 就是那么用应该 这样来这个分的 是这样色生 什么这个色生相维处吧 色生相维处呢 就是全部是众神的 这个相续当中是 没有这个色色 就是应该就是这样这个说的 他这里是应该是 众神的相续色色 我这个预复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分的 而并不是像外戒这个所所的那样 就是有偏知我之所所的 有就是他们就是也经常有这种这个说法吧 就是有偏知我之这个所所的 所所的有些呢 就是有我是这个类 就是有这个有我是类 然后这个我呢 就是世外 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 就是这种这个说法呢 他们这个一般苏冷外道和森冷外道 都有这种说法吧 就是凡是这个有我的呢 就是苏伊斯这个内 就是他那个常物和生物呢 就是他自己就是所所为是我的 然后除了这个我以外的这些法呢 就是外面的这个地水火风等 这些法呢 就是称为是外法 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合理的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 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就是哪些 就是十八节当中 哪些是这个 就是历法和外法 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刚才不是讲了吧 就是哪些是优移 优移法 哪些是这个相应法 就是这个问题 十八节当中是哪些是优移 十八节 知识法节是优移 因为法节做自己的事情呢 无论是圣子还是凡夫 独作参生他们的这个意识 他这里做不做自己的事情呢 实际上是这个参生这个意识的这种法 就是这个也做 做事呢 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人呢 就是开始这个做事啊 就是吃饭啊 就是吃馒头 吃麻辣豆腐啊 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吧 这里面呢 就是他这里说 十八节当中呢 就是唯有的这个数 就刚才那个优移 大家应该这个明白了吧 就是凡是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叫这个优移 那么做事情也是并不是 真正我们就是有些人 这个用数来做什么事情呢 不是这样的 他那个比如说严根 就是正在这个去外境 就是叫做严根做事情 然后那个严实做事情的话呢 就是严实呢 就真正知道这个外面的外境 是到底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叫做做事情 然后外境的这个色法做事情呢 就是这个依靠这个色法呢 就是他能产生就是他的这个严实 就是他的严实呢 他的这个做事情吧 所以这些法呢 就是叫做是这个做事情 那么这里说 十八节当中唯一的一个法界 就是他老人家呢 就是做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 就是所以呢 就始终都是称为是 他是这个优异法 就是他叫赵总是这个优异法 除了这个十八节当中 这个除了法界以外 就是法界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其中 其中这个法界吧 就是其中法界呢 就是全部是做这个优异的事情 优异 就是称为是优异 就是其他呢 就是都不是这个优异的事 这个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争论吧 就是以前那个 但这个我们先下面讲一下 就是在所吧 就是他们这个认为 这个法界呢 就是是这个做事情 应该是称为是这个优异的 然后除了法界以外的 其他的十七节呢 就是也是这个有相应 也是有优异 就是 慈宗不承认 就是因为那个校称 这个优异宗的话呢 就是他都不承认这个自证 自证我们这个学过中观的人 大家都知道吧 所谓的自证呢 就是自己这个 明知自己的这个信 就是我马上知道 自己的这种信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自证 但是优异宗的话呢 就是他承认为是 外景是这个室友的 因此他自己这个自证呢 就是不承认的 他这里自证不承认的话呢 对于诸法 无我之心的对境呢 第一刹那 见除了自信 是及于之一切出现的法以外 第二刹那的时候 可以认知 他呢就是 在一刹那当中 是所有的法 就是知道的话呢 他认为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刹那 要知道的话呢 要知道自己的这个信 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就是一刹那 知道自己的这个信呢 就是他不承认这个自证 不承认自证的话呢 一刹那间 他当中这个 了知万法的这种本性呢 就是他觉得 他们觉得呢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要觉得这个 要真正要知道 这个一切万法的话呢 必须要第二个刹那 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呢 就不承认 第二个刹那的时候呢 你从这个会议的方式来 包括自己的信和 信和一切产生的 这些万法呢 都可以知道的 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于新世纪一切出现的法 如果承认自证 那么一刹那就可以 认知主法了 因此法界横时是右翼 就是他们这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认为这个法界 就是上面讲的 这个七种法界 七种法界呢 就是全部是应该右翼法 就是右翼法 以下的十七节 即是相应 也是右翼 就是生下来的 这个其他的十七节法呢 实际上是 也是相应法 也是右翼法 就是这样认为的 其原因呢 就是相应发不足自己的事情 那一刹呢 就是也表示了 就是具有右翼 就是实际上 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相应法呢 就是他不做自己的事情嘛 就是这个原因 但这个呢 就是以前有一个歌系吧 就是这个歌系 还是比较这个出名的 他造了一个 巨石轮这个庄严树吧 就是巨石轮这个庄严树 不是我们那天说 这样的这个巨石轮大树庄严树 他在这里面是这样这个说的 他说那个 所谓这里面 松词里面说是 这个法界是右翼法的密义呢 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 法界当中的部分 是这个右翼法 就是法界当中 所有的法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右翼法 他说这个法界当中的部分 比如说三种 这个五位法吧 就是三种五位法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可以成为 是呃 承认呢 就始终是这个右翼法 那么除了这个三种五位法以外的 这个其他的 像我们那个树啊 像啊 就是树 像星吧 就是 那么这个 这些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做相应 就是他认为呢 呃 就是因为这个呃 这个树星相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星所里面 星所里面的话呢 就是与这个主星 就是星王 星王和一切这个相应 这个产生的 相应产生的缘故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 法界的部分呢 呃 就是是那个右翼法 就是法界的部分呢 就是并非是那个右翼法 呃 这个相应法也可以这个产生 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 呃 但是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 呃 就是也可能这个不太合理 就是为什么是不太合理呢 因为那个 举世伦的这个呃 主要的这种著书呢 就是有这个满增轮式的著书啊 还有那个加车扎系的著书啊 这些里面呢 就是都以着这个宣说 就是所有的法界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右翼法 而所有的这个法界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右翼法 然后那个呃 其他的这个法呢 就是除了这个法界以外的 其他的士气法呢 就是也有相应法 也有这个右翼法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分类的 让我们那个 大概那个呃 就是士金伦斯 他自己的姿势的话呢 就是也很很容易这个知道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他姿势里面呢 就是他是这样这个分的 就是他说是从那个呃 呃 呃 这个最后呢 就是员到那个 严而必色 呃 就是呃 这个身之间的这个法呢 就是也有这个右翼法 也有这个相应法 但是如果是他那个呃 是这个法界是真正是 有这个相应法的话呢 应该他就是说这个 严而必色胜 是啊 就是也可以这样 从那个根方面 就是意吧 就是从严而必色胜 那个意 就是他也可以就是 这个说这个意 还有从外境方面的话呢 就是色胜相位 这个处呃 就是他说是这个色胜相位处之间之间的法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右翼和相应法 但是他这个姿势里面呢 没有说是这个色胜相位处 然后法 哎 就是法全部是这个右翼和相应法 就是没有这样说 既然如果这里面有一些右翼和相应的部分的话呢 也应该可以这样分的 但是他们这个没有分 就是因此呢 啊 这种这个说法呢 就是也有点这个不合理 就是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啊 因为那个他这里面为什么说是这个法界 也就是法界是这个右翼法呢 法界这个右翼法的原因呢 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严禁的这个对境呢 就是这个色法 就是严禁的对境是这个色法 但对境色法的话呢 他这个弃作用和不弃作用 做自己的事情和不做自己的事情呢 就是经常会是有的 然后这个所谓的法呢 就是他前面也讲了这个 身者和凡夫的这个对境 那么身者和凡夫的对境的话呢 身者和凡夫的这个意识的对境 低陆意识的这个对境 低陆意识的对境的话呢 那么就是始终都是这个 能是个身体这个起作用的 就是因为世界上的这个玩法 不管是这个相性术啊 或者是哪一个法呢 实际上是这个身者呢 全部是这个尿达的 就是身者这个全部尿达的话呢 那么应该呢 就是起这个自己的这个作用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 就是既然这个法呢 就是身者全部知道的原因呢 就他可以安理为是那个优异法的话呢 那么这个我们的根啊 还有这个是啊 就这些也是身者都会这个一目了然的 那为什么是这些都不安理为这个 全部是这个优异法呢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这里呢 实际伦斯他自己这个解释自己的 是观点的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异和相应呢 就是并没有这个用其他的原因来安理 就是只有原因就是这个 跟和是 净就是这三个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这个案例的 既然这样安理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法的这个优异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意识啊 就是意识 让法和意识之间呢 就是有这个 什么这个优异和静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这个色法和严根之间的关系一样的 因此呢 就刚才那个什么那个举世伦这个庄严书吧 就是庄严书里面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可能那位格西呢 就是他自己的是可能有点这个 没有真正的这个看一些这个举世伦的知识啊 或者是一些引渡的这个大树的这个原因这个 不然的话呢 就标面上看来好像那个他说的也是挺有意思的 正是那个部分的 就是就像是这个五位法的这个三个五位法 以外呢 其他的这个像啊 树啊 信啊 就这些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也有相应法 也有那个 什么什么法的话呢 就是也好像标面上看来 就是这个能靠得住 但实际上的话呢 因为那个所谓的这个法呢 就是他真理这个法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优异法 就是法界 这是为什么这样呢 他是实际上是地露意识的这个对境 所以这个地露意识呢 他这里讲那个姿势里面也好 就是不管是我们在这些大树里面呢 就讲的时候呢 他根本没有说是这个 从那个严根到就是最后呢 就是他所一等之间的这个 这个对境呢 就分析了 这个有相应和有有意义 根本没有这个分 就刚才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 所以这个意识对境呢 因此这个意识的话呢 一般居士伦里面的地露意识呢 就是也有有分别的这个地露意识 就有分别的话呢 就是那么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任何一个 我的这个相应树里面的 我的这个树吧 就是我的这种这个树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个 甚至呢 就是他会这个 就是会那个 自作就是会这个 了知我的这种这个树 了知我的树的时候呢 就是他实际上呢 不包括在这个色影里面 也不包括在这个森影里面 就是森影里面呢 也不包括 然后这个相为处里面 都不包括 就是我的这种这个树 然后他这个树心里面 就是心王里面的话呢 我们知道就是用这个 这个意识和 还有那个样儿必识 甚至五个吧 就是六个吧 就是六个里面 都不能包括我的这种树呢 所以为什么是不是 这个意识的对境 就是因此刚才那个 发界 就是发界里面呢 有这个七种发界 就是七种发界的话呢 还有那个五表色吧 就是五表色也是包括在里面 所以呢 就这些都是应该是这个案例 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发界呢 就全部是一定会是 是个有意法啊 就是没有一个这个相应法 就是这个上面呢 应该知道 撒迦牌的那个 什么一个叫这个 坎坡阿穹 不是我们这个大圆满的 那个坎坡阿穹吧 就是 里面有一个撒迦牌的 这个坎坡阿穹 就是他也是这样这个说的 就是他说是 有些人呢 就是说那个 这个发界呢 就是分那个有意和相应呢 就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从松子上呢 就是也应该知道 就是松子上怎么知道呢 就是他说是发界 是唯一的这个有意法 然后这个发界以外的 这个其他法呢 就是分那个有意和相应吧 就是如果你那个 发界里面也是有一个 有意和相应的话呢 就是那么松子里面 不应该说是这个 其他的这个法 有这个有意和相应 这样两种 因为你发界里面也是 还有这个相应法之骨 所以呢 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分的 就是说这个呢 坎坡阿穹就是没有这个 呃 在这个详细的剖析吧 就是在没有这个剖析 但是呢 实际上他这一句话呢 就是我们松子上 也可以看得出 就是实情论师呢 就是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他说是 只有发界呢 就是是有意法 然后发界以外的 这个其他的实情节呢 也有这个相应法 也有这个相应法和 也有什么这个 呃 有意法 就是他这样分的 因此从这个呃 松子当中的话呢 我们好好的这个观察的话呢 也应该这个分析的 比较这个清楚啊 就是分析的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问题呢 呃 就是听说那个个性呢 就是还是这个很 很这个出名的 呃 但是呢 就是他可能那个 分析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也是把这个 有意和 这个当然是 你们也看看那个 自识自识吧 就是自识里面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有意和相应呢 就是全部是跟和近 呃 让是三个之间的 这个差别来 这个案例的 并不是是那个 因为那个色法呢 就是他参生那个 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后世的一刹那 就是或者是这个色法呢 就是他变成就是 什么其他法的原因呢 就是他这个做事情呢 并不是从这方面案例的 因此这个呃 居士论的有些 呃 这个剖析的这个方法吧 就是这些方面 这动一点 就是没有这个动全部的话呢 可能很多地方呢 就是还是这个差处比较大 就是因此 还是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 到底在暗里的这个问题 在什么地方 暗里这个要点呢 就是在什么地方暗里的 就这个问题呢 就是呃 很这个关键 就是因此这个 所谓的有意和相应呢 就是大家还是应该这个知道 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个什么是有意 什么是有意呢 不做自己的事情的话呢 就是称为是这个相应啊 就是我那个现在前面呢 就是这个眼睛呢 看那个色法 眼睛看色法的时候 我后面的这些色法呢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 是这个相应的这个色法 因为对我来说的话呢 就后面的这个色法 我看不见 不参生我的这个眼神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这种这个 叫做这个相应 就是相应法 就是相应法 就是他这里这个相应呢 就是与比相应 就是与比是指的是 跟前面那个什么 就是前面那个 就是有意吧 就是有意呢 与他这个相应 他这里这个相应的话呢 与他这个相同 但是呢 实际上是真的没有参生 他的这个根是啊 或者他自己的这种 他自己所需要参生的事呢 没有这个参生的缘故 做自己之事 这个法为有意 就是那么做自己的事 法呢 就是为这个有意 比如说眼以见 真见 将见色法是这个有意 就是眼睛 就是刚才我已经见到了这个法 就是然后这个 现在已经见到了 会再等一会呢 我要这个见到这个法的话呢 我从这个眼根角度来讲 是叫做是这个有意根 然后这个色法角度来说 是这个有意这个色 就是有意这个色 然后我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 现在听到的声音 最后 等会儿听到的这些声音呢 也是从二根的角度来 叫这个有意根 就是 然后从色法的角度来讲 是这个不是色法 就是圣法 就是圣 圣影的角度来说 是这角度是有意 有意圣 还有呢 就是从这个二世吧 就是二世的角度来 就是这角度是有意识 就是是这样 一见和正见和将 这个将见这个色法是有意 那么一直呢 就是到这个身处 身界 你看他这里是 一直到这个身界 就是他并没有分到这个 一直这个色身相位处 就是最后呢 就是这个一直到什么 就是身和意 就是他没有这个分到意哪里 均可入食了之 相应是之 就是那么什么叫这个相应呢 言以灭见呢 就是灭意见呢 灭正见呢 灭蒋蒋 以及这个未生之四吧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 所谓的这个什么 就是相应吧 就是相应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见过嘛 就是作为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四种 哪些是这个四种呢 就是这个灭意见 就是灭意见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从来没有见过 比如说有一万这个岁吧 就是有一万岁的话呢 这是这个人和众生 也是没有这个见过 就是是昨天的有一万岁的话呢 这是任何众生都没有见过的话呢 那么这个昨天的这个一万岁呢 就是现在的已经没有了 就是所以这个叫做是那个 昨天的这个相应法 就是相应法 然后那个 今天的这个一万岁 也是岁都没有见过 就任何众生都没有见过的话呢 那么这个一万岁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 现在已经正灭的 就是正灭的这个 就是什么这个灭正见 就是然后这个时候的严根也是同样的 那么还有这个灭蒋蒋蒋 灭蒋蒋蒋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明天的这个一万岁呢 就是这个人和众生也是不会这个见的 就像怎么说呢 就是有些那个 对就是这种这个现象呢 就是肯定有的 就是谁都没有见过的一些这个东西吧 就是比如说山上的有些话呢 就是人和众生都没有见过 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都没有了 或者是过两天 就是开的这个话呢 就是这个叫做是一年之间 还有呢 有一个卫生之法 就是卫生法呢 就是未来就是根本不会产生的这种法呢 就是这个也是他们认为呢 就是是称为是这个 也是这个相应法 就是这是从这个严根的角度来分的 然后从二根的角度来分的话呢 也是是同样的 就是这个 二呢 就是灭一听 灭一听 然后这个灭正听 就是这样来分 就是那么这个其他这个 一直这个 叶尔比斯圣就是之间呢 就是可以这样分 上述是肯森米尔的这个注释的说法 就是这是这个肯森米尔的 也有种的这个说法 还有一些西方的这个 有不种的这个说法是这样的 就是西方的有种有不种注释 卫生法呢 就是他认为是这个 居士和不居士两种 就卫生法是就是分为这个不居士 比如说居士呢 就是相续当中这个色素的 具有心事的这个法 还相续当中根本不居 不这个色色的 就是外面的这个石头啊 等等就是这些就是 他这个卫生法呢 就是是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众生的相续色素 一个是众生的这个相续 没有这个色素的有两种 因此呢就是他们认为是这个呢 共有这个三个法 就是前面就是 然后就是后面这个卫生法呢 分两种的话 是共有这个无法 就是这样无种类 同样是色灯无界 也是一次可以类特 就是刚才这个是 仅仅是那个剑而降的 就是那么这个色灯 其他法呢就是也是 刚才是剑是从那个焰方面来讲的 然后这个色灯就是外境方面呢 也可以这样对 还有这个呃 这个颜色灯这样 无知方面呢 其之心结中 那么这个其中心结吧 其之心结当中 所有呃 神法呢就是 就是均有这个有益 就是能这个 这个参生的这些法呢 就是全部叫做是那个 有益法 然后这个未生法呢 就是叫这个相依法 因为参生性是必须要 这个愿自己的对境 哎呀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有益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